HELLO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 就是平常我們在看iPhone或者是iPad YouTube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它的字幕非常的小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字幕把它稍微調大一點呢 首先我們可以在iPhone或iPad裡面把設定把它打開 接著在左手邊去點選一般 接著我們在右手邊這邊把它卷下來 去按一下輔助使用 這個時候我們再繼續卷下來 然後在這個地方我們去點選字幕與隱藏式字幕 我們這邊點選一下樣式 我們就會發現目前這個字幕的大小設為是預設值 如果我們想要放大的話 我們可以去點選一下放大字體 如果覺得這樣子還不夠大的話 我們可以去按一下新增樣式 然後接著再按一下大小 我們可以把這個大小把它設為是超大 我們這邊可以回到上一頁 實際上它這邊也有一些其他的字幕的設定 譬如說我們可以去設定文字的色彩 以及這個字幕背景的色彩等等 那經過這樣的修改之後 我們在YouTube的影片 原本的字幕是這麼大 那修改完之後 變成像這樣一個大小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就舒適許多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掰掰